大家好,我是Den 前NA米娜 昨天在IG发文道歉 承认了自己出轨 并表示与劈腿的男友已经分手了 我们来看一下米娜的道歉文 对,我有听大家的意见 这里的大家指的是骂我的你们 觉得要早点拍影片说明这个事情 但是有人说懒得看我的脸 所以就以文章来上传了 我跟刘某听说了 他跟女友的关系不太好 一直吵架,性格不和 然后是刘某先对我有好感 我也是因为我们很好沟通 所以心就冻了 成长的环境也差不多 但是那个时候我有说 因为你有女朋友 所以不能这样 但是他说有在整理 之后说已经整理好了 所以才会在一起了吧 当时是因为是已经整理后在一起的 所以我觉得我虽然不是做得很好 但并不是出轨 总之那个时候 我搞不懂大家为什么愤怒 所以我才会很冷淡的发文 对事外者也是用不偶的语句说话了 前几天看到前女友上传的立场文 以及刘某跟前女友的聊天内容后 刘某才说出了真相 全部都是谎话 因此我才能站在前女友的立场着想了 我跟刘某是都出轨了 因为我而受到伤害的前女友 以及朋友们非常抱歉 虽然我不能说一点都不会责怪刘某 但是我确实也是加害者 只是听了一边的话 就一直那样主张的部分 真的是我的错 我有在反省 在父亲的短信里没有X这个内容 我之所以说父亲有威胁我们 是因为在短信里写着你们 所以我才会觉得是包括了我 然后短信里有说会让我们尿出来 所以我觉得人要临死的时候 才会吓得尿出来 只是被X 或者是被十几个人殴打 是不会尿出来的 所以当时我真的很害怕 但是现在知道所有真相之后 我能理解 自己的宝贵女儿的男朋友 跟不知道的女孩在几天内就劈腿的话 哪有父母亲会喜欢呢 我真心的道歉 这次刘某跟前女友的事件 我确实是加害者 我承认我的错误 并想要给前女友真心的低头道歉 然后我现在与刘某已经分手了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给姻缘的短信回复 现在正在联络的粉丝们 也会断绝联络的 对于失望的大家真心感的抱歉 但是对于邢静命 我也想问一下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提起 跟这件事情无关 我也不想提起 所以大家也不要用虚假谣言 把我做成加害者 在行经病事件 我是巨大的受害者 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 对于自己的言行跟行为 都会负起责任的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道歉文的一半都是在怪刘某 能知道米娜是什么样的人了 刘某跟米娜两个人都是加害者 但是只是在强调 是被刘某骗了 所以才会在一起 这是什么道歉文 有留言说 米娜很快就会爆料刘某的事情 我看真的有可能 不是犹豫症 是扩大妄想 被害意识很严重 好惊讶 这所有过程 竟然是在三个礼拜内发生的事情 勾引出轨 公开 被抓 否认 吵架 分手 承认出轨 这所有事情 不是 要出来那个 不管谁看都知道是个男生说的 在这里竟然还用强调做比较 真的太夸张了 米娜有错 但是男的也太垃圾了 为了自己 以后也不要再提到其民了 你是容易被网络反应 受到影响的性格 戒掉SNS专心治疗吧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确实是被男生骗了 也承认了错误 也说会给前女友道歉 所以这件事情 就应该要在这里结束 道歉完写得很好 这件事情确实是米娜错了 但是启明的事情 应该真的就是受害者 然后有位网友留言问了米娜 那么想最后问一件事情 遗书里为什么写了 曹莲的名字 关于曹莲 好像只有你提到的 那个狗狗事件 那件事情 有至于写到遗书那么大吗 或者是有大众们 不知道的事实呢 当然是因为遗书里 有曹莲的名字 所以曹莲被骂得真的非常惨 对此米娜亲自回复了 确实是有理由 我收到了巨大的背叛感 像别幅一样 不知道在做什么 只是因为自己在高高的位置 所以不管我变成什么样 都好像与她无关一样 我有详细写好的资料 找到的话会直接上传的 顺便说一下 我是跟曹莲同一天进来的 所以彼此有非常依靠 关系非常好 都这样了我还会提起 是因为有理由 所以要告诉我们是什么理由啊 一直在说 只有我知道的理由的话 谁能站在米娜你这边呢 我这次透过调查知道 有证据的话绝对不可以公开 对方告我或者是我告对方的时候 在委托律师跟律师商量后才能公开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是韩国话吧 无法理解她在说什么 怎么看都觉得很傻眼 连起命的私生活都爆料了 对于测量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但是这都是米娜的错吗 虽然是米娜提供了原因 但是网友们跟着风向 这边骂那边骂的 你们的责任不是更大吗 然后在今天凌晨 米娜又打开了直播 重复了道歉文的内容 承认自己诱惑了那个男生 但是自己也是受害者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所有真相的话 自己为什么会见那种男人 然后因为在直播中也突然提到 A尾成员中有喜欢性关系的成员们 所以再度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对于米娜的道歉文 以及测量的事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